这位影片我将和你一起使用鞋板来提升下肢的活动度 如果你的下肢卡卡的包含脚踝、膝盖以及宽关节 那请你看下去 如果你的家有拉筋板或者是鞋板 请使用它拿出来好好的利用它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如果你没有鞋板但你又想要使用它 你可以点底下的链接来购买 嗨你好我是Gladys 我的频道有运动训练、舒缓疼痛以及强化膝盖 如果你还没请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已经订阅了我的频道请按赞让我知道你在这 我在之前有上传一个影片 基本的保养鞋板以及使用鞋板 如果你对这个影片有兴趣的话 请看完了这个影片 等一下再点以上的连结来观看 今天的影片是使用鞋板来改善你下肢的活动度 下一个影片将会是使用鞋板来强化你的下肢 包含了脚踝、膝盖以及宽关节 如果你不想要错过的话请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打开铃铛 我上传影片的时候你就会立马得到通知 并跟着一起做 在今天的训练影片 我不认为是训练 它是一个改善下肢活动度的影片 将会有八个动作 不是每一个动作都需要用到鞋板 但是有一半是需要用到鞋板的 每一个动作将会是90秒的时间来做伸展 整个影片大约是12分钟的训练 在你开始之前请准备好你的鞋板或者是拉筋板 那我们马上开始 我们可以用赤脚 所以把鞋子脱掉 第一个动作是脚踝做扭转的动作 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请放慢 并且完整的让你的脚踝做一个360度的旋转 然后我们再换边 这个动作 一分钟半也就是90秒 是两只脚的时间 所以我们大约45秒的时候就要换边 先将我们的脚踝 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范围都把它做满 你也可以勾脚 你也可以踮脚 然后我们换边 绕圈 如果你会觉得脚很酸的话 你可以把脚跟放在地板 如果你觉得还OK 我会建议让它腾空是比较好做的 所以这个动作绝对不要快 控制好你的脚踝 你会发现有时候你的脚趾头会缩起来 这非常妙 三二一 下一个动作我们来到单脚 你可以把单脚放在鞋板上方 后面的脚弯曲 前脚伸直 我们伸展单边的大腿后侧 再将你的身体往前靠膝盖 胸口靠近膝盖 很重要的是把你的臀部往后推 在停留的同时呢 请吸气以及放松 如果你觉得非常紧张 特别是膝盖后侧的话 请务必不吸 以及放松你的肩膀的肌肉 我们换边 单脚踩在上方 屁股往后推 站立的脚弯曲 如果需要的话 你可以支撑 把手放在椅子的上方 或者是墙壁 来做一个支撑 如果你没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把手放在鞋板 让胸口更靠近膝盖 我们的下一个动作呢 将会需要墙壁或者是一张椅子 因为我们的身体会往前靠 所以需要一个支撑 小腿的伸展 来到第三个动作 我们两只脚踩在上方了之后呢 你可以手扶着墙壁 所以前面是墙壁 或者一张椅子 那我们的重点是 脚跟必须贴到鞋板 必须平贴鞋板 然后膝盖伸直 在伸直的同时 大腿绷紧 屁股夹 好让我们的脚跟膝盖 屁股以及肩膀 形成一条直线 如果你的屁股往后 请看看你的脚踝 这样就变成一个90度 我们要的是 让我们的脚踝的这个角度 越小越好 所以往前推 把背挺直 我觉得这个凳子有点矮 墙壁会比较好做 墙壁就会这样子 你也可以单脚稍微放松 把推向鞋板的那个脚跟 那一条腿后侧正在伸展 这样子也可以 好我们下一个动作 同样踩在上方 做一个前弯的动作 肚子内收 放松你的脖子 鼻子靠近膝盖 那这里如果你把你的屁股往后推 同样的脚踝 感觉会比较少 小腿的感觉会比较少 试着把你的身体重心往前 我可以把它踩上来一点点 然后重心往前 将你的臀部往天花板推高 肚子内收 别忘了你必须绷紧你的大腿 膝盖上方的肌肉是紧绷的 随时需要减轻 你可以把背挺直 或者手放在椅子上 然后让你的背形成一个九十度 感觉很久对不对 所以利用这一段时间来呼吸 记得如果你的大腿 或者小腿很紧绷 或者你下背也感觉很紧绷 那你可以把手放在椅子上 屁股往后翘 或者手放在颈骨 进阶的就往下 好我们慢慢的起来 接下来的动作我们将会使用 鞋板来帮助改善我们的脚踝的关节活动度 如果你需要把膝盖垫在地板上 请使用垫子 那把一只脚踩在上方 然后膝盖往前推 好让你的大腿贴到小腿 在这个时候你的脚跟如果需要离开地板 那就离开 如果你的怀关节的活动度 还蛮不错的 可以不用离开 大腿还能贴着小腿 那就请停留在这里 后面的脚呢 如果你需要放在地板 那就请放下 这里你需要平衡 如果你觉得平衡蛮挑战的 你可以利用椅子 扶着椅子或者是墙壁 让你更好维持平衡 那在这个动作 不只是脚踝在伸展 踝关节的活动度 还有我们后面的腿的 髋关节也在伸展 好我们换脚 推回来 换边 踩的部位可以不用踩太高 因为当你踩太高 你会可能会翻 所以我们踩下面一点点 前脚 膝盖往前推 脚跟需要离开或不离开 由你来掌控 你或许会发现 可能有一只脚的活动度 没有那么好 那你可能要focus多一点 去帮助你的 怀关节的活动度 可以改善更好 可以多做一点 这些类似这样子的动作 夹臀 后腿伸展这一边 好 下一个动作 我们不使用斜板 可以放旁边 将你的双脚分开 我们做蹲的姿势 所以膝盖对齐脚尖 膝盖一定要对齐脚尖 然后我们的双手放在地板 把背挺直 利用你的手臂把膝盖推开 背一定要直 停留在这边之后呢 我们把身体的重心左右移动 停留在这边 身体的重心左边 右边移动 你也可以把手放在大腿 或者是手肘放在大腿 都OK 那我们要的是 把身体的重心靠向一边 这边 光是这个动作 其实很多动作都是有三个关节正在伸展的 活动度 改善它的活动度的 像这个 你有把手臂将你的膝盖推开 你的宽关节也是在做 让它有更大的范围 下一个动作 你可以先站起来 让你双脚松一松 这一次还要站得更宽 那很宽的站姿之后呢 膝盖对齐脚尖 蹲靠一边 请将你的胸口跟你的髋关节朝着前方 不要歪掉 不要朝侧边去 那另外一边伸直的脚呢 脚尖可以勾起来 让你的屁股 让你的胯下 靠近地板 伸展单边 这条腿 哇 拉长 让你的屁股越靠近地板越好 所以有些朋友可能有点紧绷 他屁股没有办法下来 那你就用手支撑 或者手放在椅子上扶着 同样的 背要挺直 利用手臂将你的膝盖稍微推开 我们换边 手臂支撑 掌心支撑地板 慢慢地走向另一边 脚尖勾起来 膝盖推开 需要的话稍微做一点调整 两只脚的距离要很宽 才有办法做到这个动作 如果你的脚太窄 就会变这样 这样就不对了 脚跟会起来 然后停留在这边 吸气 吐气 身体往下推 我们来到最后一个动作 需要用斜板 我们的下一个动作 需要踩在上方 将肚子内收 做前弯的动作 下巴收 圆背 手顺着大腿到小腿 来到前弯的动作 那这个动作 你必须把肚子收紧 我们的脊椎 是可以做弯曲的动作的 但你要能够保护你的脊椎 也就是收紧肚子 它就能够保护好 然后我们要慢慢地卷上来 圆背 下巴收 然后再最后一个是抬头 第一个抬头 下巴收 圆背 手顺着大腿 来到小腿 圆背 圆肩 肚子收紧 让你的胸口靠近大腿 停留在这边 你可能会感觉膝盖后面紧紧的 肚子收紧 慢慢地卷上来 夹臀 肩膀打开 挺胸 下巴抬 我们再收下巴 第一个做的 等等是最后一个才做的 停留 肚子收 起来之前 收紧肚子 卷上来 打开 来圆肩 这个动作可能可以再多做几次 因为前面有花一点时间来做讲解 其实可以做个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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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做个十次 我们再做一次好不好 来下巴收 这就是十二分钟的利用鞋板来改善下肢的活动度 包含了脚踝膝 膝盖以及宽关节 如果你的身体还可以 请多做一遍 让它变成一个24分钟的训练 这些动作虽然很简单 但是你在做的当下你会感觉到 膝盖后侧好紧哦 我从来没有那么紧绷的感觉 然后当你做完了之后 你会觉得 哇我的脚都松了 我的身体是轻的 我走路的步伐是轻的 所以这就是简单 但是你有做 一定会有改善 如果你想要知道如何利用鞋板 一步一步的跟着我一起来强化下肢 同样强化小腿 强化脚踝 大腿 以及我们的髋关节 臀部 那你绝对不要错过我下一次的影片 我是Gladys 在你离开之前请看这两部影片 我们下一次的影片再见哦 拜拜